朋友们好啊 我们继续分享新版的实说实说 我们昨天说贺龙之死不明不白 我们感叹 真是杀人不见血 更掉我命的 是贺龙政治生命的跳崖 王丽说 王冠七的这个王丽 王丽说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专案组 只属中央常委领导 都对毛主席负责 相对于中央文革 中央专案组更坏 这是王丽 这是王丽说的 他不但掌握超过今天的中纪委的权力 而且超过国家公检法的权力 整人纠斗隔离逮捕 都是专案组干的 1967年下 中央改组专案审查小组 由周恩来任组长 后来呢又成立了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 周恩来任主任 是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 那么负责主管 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彭真 等14个专案组 你看这个名头 这都是14个就是大案 14个专案组 那么当时呢 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 给谁成立专案组 由谁来封管 选派专案组的工作人员 等等 所有这些事都是由周恩来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 或者是他亲自提出 或者是听取他人的建议 经大家讨论同意之后 再由周恩来签名 然后呢 上报主席和林彪批准 就是这么个流程 那么 高文谦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 高文谦就表示 他说当时 彭德怀刘少奇 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 周恩来都直接 或间接的分管过 指导专案的审查 罗知罪名 拟定结论 那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林彪为此专门表扬了周恩来 及其领导下的专案组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林彪是这样说的 林彪说 专案的问题 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 总理也是参加了的 也是领导的 是他们这些同志 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 包开了这个话题 使我们看出赵妖镜 把这些牛鬼蛇神 罩出来了 这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发言中 关于中央专案和周恩来等人 他做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一番表扬 那么我们回到贺龙这来 1967年初秋九月 就在这个贺龙 想着周恩来年初 把自己送走的时候 曾经有过承诺 九天我去接你 所以那个时候的贺龙 每天是对着山下 望远欲穿 盼着被自己爱戴的总理 能够接他回家 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 周恩来等人 复合叶群的提议 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贺龙望远欲穿 等着周恩来来接他那个时候 就那个时期 周恩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 复合了叶群的提议 叶群怎么说的呢 叶群的提议是说 贺龙在乡厄西 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 企图投敌 问题严重 要立案审查 这是叶群当时提的提议 说贺龙在乡厄西 同乡厄西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 企图投敌 所以要立专案审查 那么随即呢 一份由专案来带头签名 经林彪签阅后的报告 就送到了毛主席那 叶群提议 你看 然后这个周恩来带头签名 林彪也都签约了 最后就到了毛主席这的一个报告 上面写的是 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 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 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 就这么报道毛主席那 那么九月十三号 六七年的九月十三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那有问题的就查着吧 当天贺龙专案组就成立了 那么这个专案组归周恩来 直接领导 专案组下设了十七个分案组 十七个 那么总共有什么呢 下面十七个分案组呢 有总参的王上荣专案组 雷英夫专案组 总政治部的金如柏专案组 李珍专案组 庄稼兵的许光达专案组 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 樊哲祥工作专案组 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 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 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 郭林祥专案组 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 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 空军的成军专案组 向黑旭专案组 国家提委的荣高堂专案组 你看这十七个专案组的 都是跟贺龙有关系的这些人 都成立专案组 荣高堂这是贺龙国家提委主任 空军副司令成军专案组 那成军是二二方面军出身的 这个贺龙的子弟兵 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 新疆军区张仲翰呢 是国民党的降将 张仲翰是唯一的一个跟着红军长征 走完了长征的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将军 一个中将当年 就跟着贺龙他们走的 后来长征结束了以后呢 国共合作开始抗日之后 张仲翰又回到国民党那头 还做过连云港市的市长 这个张仲翰的妻子 这个我们曾经说这个安子文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过 安子文的情妇 就是这个张仲翰的夫人 那感兴趣的 大家可以去 邓绝先 叫邓绝先 可以爬爬楼看一看 这个新语歌说国史里面 这个安子文那一节 大家也可以看 最近应该是两个月前 一个多月前吧 国说国史 说到文革之初 这个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时候 说到内原子的时候 我们里面也说到了 这个邓绝先 和安子文的关系 就是张仲翰的夫人 邓绝先和安子文的这个关系 感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 张仲翰新疆军区 那时候张仲翰是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所以新疆军区 搞了张仲翰的专案组 你像郭祥林 黄欣廷 这都是贺龙的子弟兵 黄欣廷当时是成都军区司令 北京军区的廖安生专案组 廖安生是贺龙 这个以前的外甥女婿 现在文革之初的时候 是北京军区的政委 廖安生 工程兵谭也往林 这都是许黄达二方面军的 许黄达五五年的大将 二方面军 李珍 李珍这个 五五年寿闲的时候 唯一的一个女将军 少将李珍 给李珍当年也搞了个专案组 这个李珍他老公那时候是 那谁那上将那个 李珍 哎 降绑住了不好意思啊 那个 一野的政治部主任 他老公那个谁 不好意思啊 王上荣 王上总参作战部的部长 王上荣 这都二三名军了 所以 你看涉及到了总参 总政 装甲兵 通讯兵 工程兵 北京军区 成都军区 武汉军区 新疆军区 空军 国家体内 这么多专案 分案组啊 那么呢 这个专案组的总负责人 当时是时任专案组二半的主任 戴总参谋长 杨成武 组长呢 是当时时任的空军政委 于立金 具体负责人是周恩来的卫士长 杨德忠 贺龙专案组 负贺龙专案 具体的 昨天我们说了啊 贺龙体居治疗 所有这些监护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杨德忠负责 那么杨一复事件后啊 这个杨成武和于立金不是 倒了吗 然后新来的总长就是黄永胜 黄永胜就继任了贺龙专案组的总负责人 组长呢 继任的就是当时海军的政治部的主任 张秀川 当初是林彪把张耀川和李作恒一起派到海军去的 张秀川 这贺龙专案组就这么庞大的 下面有17个负责案组就成立了 就开始运作了 那么贺龙专案组始终在周恩来的控制之下 林彪将亲他们根本管不着 也不用他们管 总理在那把关呢 他们也放心 那林彪就放心 专案组的负责人 无论一开始说的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 他们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的领导下 来办案子 所有人的揭发各方面所有人的揭发的材料 都要经过专案组的调查 核实 然后确定采纳与否 然后呢 采纳着最后上报 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当时在整个贺龙专案组运行的过程中 是在违背了周恩来意愿的情况下 蓄意陷害了贺龙 没有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这个周恩来 这个专案组办贺龙案子的时候 是违背了周恩来的意愿 然后蓄意陷害了贺龙 没有这份证据 贺龙的审查报告 最后的审查报告 也正是经过周恩来之手 向中央报送的 因为周恩来不签字的话 他专案组的组长 他是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 他不在那卷宗上 贺龙专案组 那个贺龙专案那个卷宗上签字 他也不可能报上去 贺龙 这个 专案的这个档案材料 报到周恩来那以后 周恩来不仅 对这个材料本身 做了修改 而且 还不惜笔墨的 写了数百字的批语 看过这个批语的人 还在中央党馆 听说现在 这个还没收 在中央党馆 说看过这个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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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周恩来批语的人 那看完之后 总结一下什么 就是贺龙 周恩来在几百字的批语里面 没说一句好话 相反 几百字的批语 把贺龙骂得狗血喷头 狗血淋头 高恩谦说 高恩谦说 高恩谦说在贺龙的案卷上 很多人都写了批语了 是不是啊 当时你像那个 专业组的组长啊 副组长啊 什么呢 负责人呢 你包括当时中央的政治局 包括常委一些领导 都要 这大案呢 都要写上批语了 说在贺龙这个案卷上 所有这些批语 与批语里面 周恩来的批语 写的是最厉害的 厉害到了 用高恩谦的话说 就是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 那么 随着审查的一步步的深入 贺龙的罪名也随之 一步步的升级 明天 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